非常開心在今天能與剛完成美國巴薩蒂娜 每個花車遊行的美女中 與幾位共選一起飛回臺灣 在領下將臺灣推向世界的交點 是經過了無數不次的練習 這一次機長蔡文工廣播 僅代表中華航空公司以及本堂班全體組員 歡迎搭乘Ci.07號班機由洛杉磯借往台北 非常開心在今天能與剛完成美國巴薩蒂娜 每個花車遊行的美女中與幾位共選一起飛回臺灣 我們知道你們之所以能夠完成這趟的路程 在領下將臺灣推向世界的交點是經過了無數不次的練習 不論是夜日高照或是還沒有來行 都可以看到你們對於每一天練習的堅持 就是為了實現當初對自己所選下的承諾 謝謝你們讓我們知道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只要付出都可以展現出落差的人生 謝謝你們讓我們知道只要有熱苦 就要發出另一個暖暖文化 謝謝你們讓我們知道正式堅切地去度過每一天 享受每一天的陽光與美好 對一天唯一 要求生命 謝謝你們用單純 執著 用想法 堅持的個性 用行動來告訴我們 未來一定會更好 更謝謝你們讓我們看到關節、分享、不怕困難 互相勉敵 一起享受努力得來的成果 是生命的奉剩中 所期待的最大的價值 最後謝謝所有在本次出發人車 背後默默協助的市長、家長、美女中、南加州校友會 包括中華航空公司在內的協議朋友們 謝謝你們願意無私的建造舞台 讓願意擊退的孩子們 可以發光發亮 留下生命中美好的緣篇章 共撐、情誼、其家製服、一件雙挑 祝福今天晚上的所有乘客 祝福臺灣、祝福中華民族 新年快樂、千里安 可以預訂在一起 謝謝 傳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